巴基斯坦的电力传输系统9号发生故障 引发全国大停电 包括首都伊斯兰城 最大城市卡拉奇等等 到处一片漆黑 身手不见五指 民众措手不及 怨声载道 巴基斯坦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透露 停电的原因和500千伏输电线路断裂有关 因为当地有一家大型的燃煤电厂倒塌 引发连锁反应 无论如何 能源部部长艾约布汉表示 修复输电系统需要一些时间 促请民众保持冷静